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 如果激光器不输光 我们该如何排查问题 首先第一个 我们在出光之前需要检查一下 我们几个状态灯是否正常 首先确认光闸是否打开 焊墙状态是否正常 导层状态灯是否正常 激光头状态灯是否常亮 我们想要出光 必须要满足四个状态灯都触发状态 意思是当我四个灯都亮起的时候 我们板卡才会输出电压 这时候我们才能确认 它到底是否能不能正常出光 比如这样 当我四个状态灯亮起的时候 我们现在量一下我们板卡上的DATE的电压 DATE指的是我们激光器的模拟量输出 它是0至10伏电压 正常情况下我们功率40% 它应该就是4伏左右的电压 这是正常的 我们再量一下旁边的PWM电压 PWM正常情况下 我们输出电压是20至24伏之间 还有再过来我们使能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触发状态时 使能和PWM也是一样 输出电压是在20至24伏之间 如果说当我们发现电压 有电压正常输出 但是电压输出 电压不对的情况下 我们就判断问题了 首先量一下我们的DATE端口 它正常情况下 也在输出正常电压 但是它电压明显 比我们正常的0至10伏小了 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波马开关 拨到IPG端口了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是NOIPG 它是0至10伏的电压 但是当我们拨到IPG端口的时候 它只有0到5伏的电压 再量一下PWM 0到5伏的电压 所以说这就是IPG端口 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把波马开关给它 拨到另外一边 NOIPG的位置 电压就会回复24伏